蔡徐坤 一个在这个暑假档拥有居高不下的热度和岌岌可危的位置的顶流 从已经证实是实锤的C女士 到蔡徐坤沉默一周之后发布的避重就轻的回应再到预热许久 最后被证明是假料的W女士 然后又重新回到了C女士的身上 不管W女士的爆料是谁的手笔 都没有成功地转移大众的视线 反而让蔡徐坤原本就不富裕的路人远雪上加霜 吃瓜群众们和看热闹不闲事大的网友们 关注的重点重新回到了C女士打胎 非法装监控、非法跟踪以及利用警方公信力等问题上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网友们认定了蔡徐坤是劣迹艺人 但是官方没有给出说法 所以品牌依旧保持着观望态度 没有进行解约 这个时候浙江卫视上新综艺 奔跑吧的态度就变得至关重要 众所周知 本季奔跑吧 迎来了收官的日子 并且已经拍摄好了 泰国片相关的内容 打算为这一季的节目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泰国片的录制中 不仅请回了曾在节目中担任常驻嘉宾的蔡徐坤和宋雨琪 还请到了炙手可热的九五后男星王贺地 泰国片的路透热度 话题度和讨论度都十分可观 只等着正片播出 收获可能是本季奔跑吧 巅峰的收视率 计划赶不上变化 蔡徐坤与C女士之间的事情爆发了 奔跑吧 节目组一下子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地步 蔡徐坤 C女士 以及蔡徐坤妈妈之间的 种种纠葛被余记直播爆料之后 原定于6月30日播出的奔跑吧 宣布将延期播出 给出的理由是编排调整 W女士给余记提供爆料 然后被余记直播 最后又经过了一系列反转剧情之后 证明W女士提供给余记的是假料 这一周 蔡徐坤再次成为舆论中心 而周五的时候 网络上传出了奔跑吧 将要播出的消息 可惜 观众们的期盼还是落空了 奔跑吧 没能如约而至 值得一提的是 有一位疑似是奔跑吧 后期的人 在主持人张大大直播的时候 和张大大进行了连线 他表示我就是跑男的后期 我打了马 打完了今天告诉我播不了 播不了有什么办法 我也想快啊 是我们不想播吗 我们打了多少天多少夜的马啊 大家可以从这位 自称跑男后期的网友口中了解到 奔跑吧 泰国片中 参与录制的蔡徐坤疑似被打马了 但是即使他被打马了 依旧还是没能让奔跑吧 顺利播出 7月14日周五 奔跑吧 在社交平台认证的 官方账号在上午10点准时发文 称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和支持 今天20点20分 我们继续奔跑 这则动态的发布 意味着奔跑吧 泰国片 终于要和观众们见面了 那么 节目中的蔡徐坤 会被如何处理呢 是被打马 还是正常播出 在奔跑吧 播出之前 知名鱼记张小涵 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前方消息 今晚奔跑吧 你们看不到蔡徐坤的聊 言下之意 似乎是蔡徐坤的脸被打马了 终于 这一次奔跑吧 没事食言 在当天晚上8点20准时播出 从播出的画面中可以看到 整期节目 完全没有蔡徐坤的身影 它不像是被打马了 而像是从节目中凭空消失了 也许 这期节目的主题 可以称之为消失的它 节目播出之后 网友们猜测的问题也有了答案 那就是蔡徐坤 真的没有出现在节目中 网友们看到节目之后 纷纷在社交平台 表达自己的想法 有网友震惊全集一针一针抠图吗 还有网友感叹真牛啊 这个后期 一点都看不出某个人的痕迹 在之前播出的预告中可以看到 蔡徐坤和周深是一起登场的 但是在节目播出的画面中 只有周深一个人在草地上行走 即使是打招呼的画面 也只有拿着黑色包包的周深 没有看见蔡徐坤的痕迹 不管是从预告中 还是网友发布到网络上的路透照片中 都能够判断出 蔡徐坤在这一期节目中属于子队 在播出的画面中 子队的人都到齐了 而宋宇齐和周深之间有着很大的间隔 那应该就是蔡徐坤站的位置吧 真的是被修的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呀 在全员到齐 导演给出向后看的指令后 画面中绿队和子队之间 有一个很大的空隙 并且那个位置还是毋庸置疑的C位 想来原本站在那里的人 应该是C位出道的蔡徐坤 节目播出之后 有关于奔跑吧的多个话题 都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榜单 比如奔跑吧 原地消失数和奔跑吧 后期好牛 经过后期长达三个星期的不懈努力 不仅将蔡徐坤的镜头删减得干干净净 还运用了超级细致的抠图 填充背景等操作 让整期节目几乎看不到剪辑的痕迹 被网友栗赞为完美消失数 处理方式可以封神了 首先是在出场环节 蔡徐坤一直站在C位 稍不注意就会被镜头捕捉 尤其是全景图 蔡徐坤出镜无法避免 这是后期 直接将蔡徐坤整个人抠图抠掉了 还将后面的背景图填充 使得整个画面非常和谐 如果不是看过 直接有蔡徐坤的预告片 想必大家都不知道少了一个人吧 其次 在前两轮游戏环节 节目组不仅重复之前的操作 将蔡徐坤的镜头抠掉了 还将其游戏部分全部删减了 这也导致宋雨琪 范澄澄被连累 与其互动的镜头全被删 但好在节目组将范澄澄 水台上斗舞的镜头单独剪了出来 使得观众少了很多遗憾 后期剪辑第三个封神之处 在最后撕名牌环节 根据剧情 应该是蔡徐坤撕掉了白鹿的名牌 但节目组为了剪掉蔡徐坤这条线 直接张冠李戴 上一秒镜头给到李晨 杨颖围攻白鹿 下一秒直接转到了画外音 镜头就回到了 白鹿被淘汰的场景了 完美避免了蔡徐坤的出镜 不得不说 浙江台虽然在很多事情的处置上不尽人意 但这次让蔡徐坤完美消失 后期没有因为难度大就破罐子破摔 反倒是细致地剪完了整期内容 不仅为自己扳回了一局 也没有辜负观众苦苦地等待 而随着奔跑吧 删光蔡徐坤的镜头也直接反映了 业内对蔡徐坤的态度 虽然没有强硬封杀 但也不再接纳他上此类平台了 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很难翻身了 针对这一次奔跑吧 节目中 蔡徐坤原地消失的事情 不同的网友也有不同的看法 有网友表示以前不敢说他 既没综艺感又不搞笑 不知道让他来干嘛 没有他瞬间心情都好了 也有网友称薛之谦 华晨宇都没打马 蔡徐坤为啥打马 同样的兴致 你请我愿自愿打胎 和平解决 没有纠葛 自始至终女方 也没出来说一句他不好 不要舆论定罪 不要网报 此外 还有网友直言 该说不说 奔跑吧 现在的热度 完全是蔡徐坤撑起来的 结果被后期屁掉了 这下蔡徐坤等于没来 却贡献了本季最大的热度 拉升了本季收视 太牛了 不管网友们是怎样的态度 都改变不了 奔跑吧 将蔡徐坤撑掉的事实 奔跑吧 这一举动 又何尝不是代表着 上兴卫视 对有争议的艺人的态度呢 如今 奔跑吧 把蔡徐坤打马 蔡徐坤原本计划的 广州战演唱会 也宣布延期举行 反而是在异国的 新加坡演唱会如期进行 这种种迹象似乎都在表示 蔡徐坤的职业生涯面临着大危机 对非法庄监控和非法跟踪避而不谈 面临的是舆论的压力 承认非法庄监控和非法跟踪 可能就会彻底沦为劣迹艺人 左右为难的蔡徐坤 究竟该何去何从呢 这种迹象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